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李宁的球鞋 第一个是这个李宁的锦戴树皮的TF的球鞋 这个因为实战了之后实战了异常 咱们来先说一下这双鞋子实战的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主角刚发布没多久的 李宁的急颖第二代TF的球鞋 你看到这也是一个高帮的球鞋 这个TF的大底是和锦是一样的 这两个同款的大底 所以说先来说一说锦这个球鞋实战之后的感受 正好是同样的大底 所以说这个急颖上面的大底 咱们就不用太多过多的去复述了 首先来说一下这双鞋子实战时候的情况 第一个是踢的场地 踢的场地的话是地毯草 但是是一个新建的地毯草的场地 就是说这个草还没有被压扁 能感受到草有一定的缓冲的这种感觉 但是场地的下面是没有塑胶颗粒 没有缓震层的 所以说下面又比较硬 正好比较适合TF的这种大底 在那样的场地的情况下 当时踢的时候还是下雨的情况 所以说雨天地毯草这两样都占了 这个鞋子我觉得TF的大底确实是给我比较大的惊喜的 首先第一个雨战TF的这种球鞋 就比较害怕打滑的情况 这个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橡胶的配比 或者说它用的新科技比较好怎么样 先提一嘴李宁的TF的大底上面用的叫Tuff Rub Tuff Rub应该是Tuff Rub RB是这样的一个橡胶的材料 这个材料可能说更耐磨 可能说摩擦更好 在雨战的情况下 我确实没有打滑的情况 这个大底 然后就是这个大底中后段的碳纤维的板子 这个鞋子TF的鞋子依旧是前掌这一段里面是没有加强的 所以说踢一踢之后会感觉前掌好像有点软 但是到了中后段的时候 你看到基本上是掰不动的 里面一块平整的碳纤维板子 然后李宁的泵的科技 它放在了碳纤维板和你的脚里面的鞋垫之间 所以说外面感受比较硬 但是里面它的缓震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我觉得反正T的时候 可能说我一直都是穿FG AG的这些鞋子 所以说一直对缓震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受 所以说这双鞋子踢球的时候我也没感觉到有多么明显的这种缓冲的感觉 这个鞋子的大底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 如果说你想找可能说你平时穿耐克的那些TF也穿惯了的话 换到这个大底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平顺的过渡的 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鞋子和那个鞋子差的特别多 所以说这个鞋子的大底我个人觉得我算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鞋子接着就是紧的袋鼠皮的面料了 这个袋鼠皮不要看着以为说这上面这个外置骨架这么明显 是不是皮面比较硬 这个骨架是非常非常薄也很软的 基本上感觉不到 好不好 基本上感觉不到 所以说稍微穿一穿之后这个鞋子的袋鼠皮软化的非常快 并且因为这个皮面和你的鞋子和你的袜子之间和你脚之间没有海绵的电层 就不像阿迪那些鞋子或者传奇那些鞋里面没有电层 所以说这个鞋子是一个触感比较清晰的袋鼠皮的球鞋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鞋整体穿下来一场之后我觉得还算是不错 挺好的一个鞋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还是一点 其实在开箱的那个视频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鞋子后跟里面的填充 这个鞋子后跟填充的海绵比较高 就是在我手指的这些位置 从上到下基本上也就到这 如果说你的后跟突出来的骨头没有被海绵包住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磨后跟 就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穿着这一场下来之后 没有这样的情况 每个人的脚型都不一样 对吧 宽窄 后跟突出与否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个事情需要你自己去试一试 总之这个鞋对我来讲 我觉得算是比较满意的 作为一个算是中端 四五百这样的价格的一个球鞋来说 配置上我觉得拉的算是比较满的 并且穿着的整体感受上来讲 我算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说大家已经穿过这个鞋子的话 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评价 自己的感受发表在评论区里面 咱们大家互相交流好不好 然后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主角 第二个主角就是急影的第二代的一个球鞋 看到了这个鞋子的TF的大底和锦是一样的 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底算是不错 接着就是鞋子的面料 作为今天的主要要说的一些地方 这个鞋子的面料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鞋子上面没有传统织物的那种 整张的整个面的这种热龙膜的覆盖 所以说就比较原生态的一个织物的球鞋 这个织物上面你也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纹路 凸出来的小点 以及这些摩擦状的条纹这样的一些东西 给我的感觉 我穿着的时候 就是在家里面试穿颠球带球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这上面的摩擦算是比较足的 我觉得算是不错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织物的情况 没有热龙膜的覆盖 所以说有可能你穿了两场之后 这个脏变脏了之后比较难洗 估计也洗不掉 大概是这个样子 咱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双鞋子的配置 首先咱们先说的就是鞋子的面料 这个鞋子的面料 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种织物的裸露的这样的一种材料 我们如果近距离观察一下的话 我们能看到这些凸出来的小点 以及后面的这些条纹状的纹路 如果说细看的话 你能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织物的纹理 但是在压下去的这些平面就是凸起的小点之间 这些平面上看起来好像又有热龙膜的覆盖 对不对 我估计应该是就是按照模具 它压下去的时候 这些地方可能是有加热的这些情况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处理的工艺 这个鞋子面料给我的感觉 算是比较柔软的 在拿在手上的时候 也是做的算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说我把手放在里面 模仿一下脚趾的活动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样 很软的一个球鞋的材料 这个鞋子的面料 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 是说这个什么技术 但是我觉得算是不错 这个鞋子的面料 它的薄厚 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我如果掐在一起 咱们直接除以二 就是单层的面料 对不对 算是比较薄的一个材料 然后柔软度上来讲 我觉得算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这个鞋子的延展性 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 好像有一些 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个鞋子的面料 从后跟缝合线开始 就是内外侧 基本上整张的材料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脚外侧有李宁的logo 作为一定的支撑 当然说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个我记得 吉颖的第二代 就这个鞋子应该是在2022年的夏天 有博主发过这个视频 应该是AG的大底的鞋子 长得基本上是一样 并且这个面料也是一样的 但是发了将近一年 就是咱们一直也没有看到AG的球鞋 TF的球鞋掀出来了 这个鞋子的面料 我觉得算是不错 说了很多遍了 算是不错的一个鞋子 接着咱们说一说鞋子的鞋舌这一部分 鞋舌以及鞋领 我们先看到的就是鞋领这一部分 是比较高的 非常高 很像篮球鞋 我觉得 并且这上面的纹路 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的细心 就是有这个纹路 并且也是织物 弹性也算是不错 但是就没有那么高级的感觉 但毕竟它的定价 也就是一个次顶的球鞋 所以说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的 鞋舌鞋带覆盖的这些区域 我们能看到有这些一些纹路上的区别 材料上的弹性也算是不错 鞋子的鞋领这一部分 我个人的感觉不算难穿 因为后面有这么一个鞋子的提拉环 所以说基本上把脚插进去之后 把这后面一提往里面一踩 基本上你就能穿得进去了 这个我觉得穿着不算费劲 比一些尤其是像翻他们GX那个鞋子 要轻松的多 接着咱们要提到的是这个鞋子的鞋带的系统 这个鞋带的系统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你看到它覆盖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宽 尤其是在鞋子的鞋头这一部分 最靠近你脚趾的这一端 你看到外侧的这个鞋带孔和鞋底 基本上没有多少的距离了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鞋带的这种设计 以及可能说鞋型的这个问题 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拉紧这个鞋带穿进去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足弓这一部分 脚内外两侧 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包裹感 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因为什么 但是穿起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 就是鞋子的内外两侧 这两边足弓这个地方 感觉包裹感贴合感不是那么的明显 当然说也没有说特别空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鞋圈 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还算是OK的 这个鞋子前掌这一部分 穿起来的话 前充的感觉也还算是比较不错 前掌的鞋头这一部分 也没有说有特别明显的 这种抬高的这些形状 所以说穿起来的感觉 贴合感也还算是OK 但是我看到网上有网友说 这个鞋子的出感不太好 这个可能是个人的感觉吧 我在家里面试穿的时候 感觉还OK 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吧 咱们接着说一下鞋子的后跟 这些位置 鞋子的后跟其实和紧没有差太多 这个里面也都是一个整个的 这个罩杯的这种系统 作为一个支撑 当然罩杯的这个硬度上来讲 并不是特别的硬的 就算是比较软的一些 那鞋子里面要着重的说一下 鞋子的里面 尤其是后跟的保护 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难看的一个地方 就是后跟的它的海绵的块 有两块脚的内外两侧 你看到这块有一个脚外侧有一个 后跟的整个正对质的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什么电层的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可能会有磨后跟的风险 虽然说我穿着这个鞋子还OK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我就可能脚型的问题吧 就是后跟没有顶着的感觉 但是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 再接着要说一下试穿时候的感受 有一个问题就是李宁的这个鞋子 它在鞋领这个地方的处理 并不是特别的成熟啊 鞋领和这个后跟的这些电层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多出来的这么老多的布 当我穿着的时候呢 可能脚在左右活动的时候呢 这一些布就有些割脚的这种情况啊 尤其是如果说你穿的袜子比较低 或者说袜子比较薄的话 这些地方会感觉比较明显 那这个呢 其实如果说工艺能够再提升一下 或者说有个包边呢 应该说会好很多 鞋子的里面 它的鞋垫 我们来比较一下的话呢 这个是李宁紧的 那个就是袋鼠皮的鞋垫 这个是急影的鞋垫 其实上面的材料也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鞋子的鞋垫背面呢 也都一样 材质也都一样 那回到鞋子的尺码的问题 这个鞋子的尺码 它的鞋标是放在了鞋垫上面 我们能看得更清楚啊 EUR的这个尺码依旧是44.5 然后EUR也是10.5 反正我穿的都是44.5的尺码 这个我觉得这个尺码上来讲 这个鞋子是没有偏码的情况的 我穿着还算是正常的一个鞋子 那总结一下的话呢 这个鞋子我个人来说 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并且李宁呢 带来了一个比较有新意 比较特殊的这样的材料 所以说呢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也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 补充一下的话呢 就是这个鞋子的面料下面 是没有海绵的电层的 和锦一样 都是一个非常薄的这种材料 那当然说 刚才提到了有网友说 这个鞋子的触感不太好 那这个因人而异 好不好 因人而异 整个这个鞋子 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算是比较OK的 现在来讲 李宁的这个品牌呢 做TF的这个球鞋 我觉得他们的路线选的是比较对的 或者说他们产品的发展方向 是能够吸引大家去进行购买 去尝试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家正在考虑 去买一个TF的球鞋的话呢 我也建议大家 把李宁这个品牌 加入到自己的考虑的范畴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品牌 做的还算是不错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基本上也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 想要买一些TF的球鞋的话呢 也别忘了把本期视频 分享给他作为一个参考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也就是这些 我是静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